Hyo聊四季,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我是Leon 今天要來看日本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天踢阿拉伯地圖 好我們來看一下日本人 日本人這邊是遊道特遊玩的 是藍芒 我們稍微講解日本人的特性 日本人的步兵從封建時代有33%攻速加減 再來就是他的魔坊 還有伐木場 還有這個採礦營地 都有這個50%減免 所以省下來的木頭可以讓他在前起有一個巨大的影響 看你可以多撒田 或者是先蓋冰工廠 或者是打一個強行快攻都可以 所以日本人在前期的一個阿拉伯的優勢大概是這樣子 但日本人的話其實海途還是比較強 因為他這個魚船吃魚的速度非常快速 所以日本人我是建議打油木的時候用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瑪雅 瑪雅的話最大特色的資源是永續5% 不管是木頭 黃金 農田 還有這個 農田有算嗎 這我不知道 農田好像也有吧 還有這個果樹叢 還有這個豬肉阿 綿羊肉阿 這些東西採集的食物下降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像這個彩黃金可能有800黃金嘛 那他是5%的話 那應該就是 大概會有 好難算喔 大概50黃金嗎 哈哈哈哈 這樣每800的話會多50黃金的概念喔 好 那所以瑪雅呢打到後面喔 資源會感覺上會多一點點喔 因為他資源來說可以挖更久一點喔 環保型的 那再來就是瑪雅人的工兵呢 單位是非常便宜的喔 全遊戲裡面最便宜的工兵就是瑪雅人 那瑪雅人出之外還有這個老鷹喔 血量最多的文明喔 老鷹的血量可以高達100dc喔 基本上可以當騎士來用了 非常的坦 好 那以上就是瑪雅的主要特色喔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一個地形 那瑪雅這個地形看起來是頗普通 我勉強來說是幾個60分喔 不會說太爛也不會到太好 主要是兩個重要資源點喔 果子跟黃金都在前面喔 尤其是果子喔 果子在前期真的是會很難守 黃金的話也是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位 欸這個應該是法國人嗎 因為這個myi通常都是法國人的玩家喔 會取這個開頭的名字喔 像那個希拓也是喔 那我們先預設他是法國人喔 還是有觀眾知道的喔 可以在下面補充這位玩家的名字喔 我不太會念他的名字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道德圖 道德圖感覺上就好很多喔 你看這個金礦跟果子都在後面 多舒服啊對不對 他這邊只要稍微用TC連防 這裡圍死 好這邊稍微再圍一下 然後果子 欸果子可能有點難守 可能不守果子 這裡圍到底 後面稍微圍一下喔 就差不多了 那感覺道德圖也是挺爛一點喔 如果他真的要大圍的話 可能要靠這個石頭一起連起來 這樣圍 然後這樣子圍 圍大一點的話是這樣子喔 那我覺得以高手他們的思考模式喔 不會一開始就想圍大喔 應該都是先小圍喔 這邊稍微拉拐就好 或是這邊直接鎖死 這邊圍個木牆 然後這邊再圍一下 然後這裡圍一圍 後面這裡圍一下 就差不多了 但其實這樣還是有點圍得太大了 以他們高手的一個觀念來說的話 應該也不太可能這樣子圍 但是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想要這樣子圍 這就是我跟高手之間的差距喔 我有自知自明的 好 那日本這邊選擇是打棒棒 OK 棒棒的話開局非常強勢 之前MIPER就示範了 日本三裝甲 封劍快攻 砍死一對村民 因為日本的攻擊速度 封劍時代開手 特別的快 然後裝甲步兵 在日本來說也是特別好用 因為攻速快 而且裝甲步兵三隻在前期來說 的確是給的壓力很大 因為插建築速度很快 因為你在黑暗時代攻 封劍時代的時候 防止的防禦是很低的 都是-2防 封劍時代的話是-1 那所以你就要用這個 步兵的時候 去打建築的時候 血量是掉非常快的 因為步兵打建築 還會有額外傷害 是裝甲步兵明兵器才有 吉兵他們的話是沒有額外傷害的 所以這個裝甲步兵在前期 靠這個木槍會非常快速 但道德這邊算是一個 早期棒棒開局 所以並不是那種點封劍 像瑪雅這樣子先點封劍再按棒棒 所以出外時間會更早 但是上封劍時間會更晚一點 所以不一定 道德不一定會點這個裝甲步兵 是有可能的 因為道德應該也知道對面是瑪雅 瑪雅打工兵的機率高達87% 不能再多了 看到棒棒還打老鷹 絕對沒有道理 一定是打工兵的 所以他這邊已經先行挖金礦 就是又打算來打這個 工兵開局才會來先挖金礦 那道德他演示像 他沒有一直往後讓 看到木槍就開尻 沒有再客氣了 直接打 那對方這邊很 很早期喔 就上到了封劍 就是一個比較正常的19P上封 那目前不管是打工兵開局 還是打步兵開局 大家好像都是已經習慣19P開局 不會什麼因為你要打工兵 就打21P或是22P 比較少這樣子 現在的META都是 不管怎麼樣 就是19村 加一隻刺頭 20個人口直接上封劍時代 這種打法是居多的 好日本這邊應該是不會上裝甲的 這邊上裝甲到頭會很虧喔 不如把這個裝甲三角 去點那個一級木或一級龍 或直接下這個射箭場 出毛兵來反制一下就好 不好意思咳嗽一下 這邊喉嚨我頂張有的 不知道是不是去了 可是我也沒出門 我整天都在家裡 看司機的比賽 不然就是用其他工作的事情 應該是不太可能去啊 好那瑪雅這邊直接出來 來 這邊工兵還在速度操作 這個模組看起來還是蠻好的 有這個箭矢很明顯 羽毛的箭矢 幫幫這邊跑得比較慢 如果是賽爾特人的話 這個步兵就追得到 可惜日本是只有攻速加成 並沒有這個跑速加成 如果有跑速跟攻速加成 好像就太強了 好那日本這邊果然點下一級木 並沒有去點下這個裝甲步兵的升級 一級木一級龍都點了 真的是這樣子啊 本來是這個輸了 這個時間長也下了 好兵攻長也下了 OKOKOK 那這個套路我也看得懂 好 那日本這邊應該會 待會有肉 就會去點下這個一級射 然後繼續按這個毛兵 稍微擋一下對方的一個進攻 好結果到的是選擇偉大的 哇 比我想像中的 厲害 我以為他不會圍這麼大耶 結果他圍得跟我一模一樣耶 因為我也是沒有看這場比賽 我也是跟大家一樣 第一次看這個RP的 所以我不知道他們到底做什麼事情 很多猜測 也不猜測 有一些預測的東西 都是我自己忙猜的 有時候會猜對 有時候會猜錯 看我的影片應該大家也蠻了解的 不一定每次都講對 但 有一些基礎概念 我可能是有 但操作起來就有點困難 好那這邊毛兵一出來之後 這邊刺頭要去追 追的話小心喔 這邊有長槍兵 哦 對 你看這個一回頭馬上就拉了 這就是 職業選手他們的一個反應速度 我真的很難理解 像我們平常在那邊觀戰的時候 都知道他們兵在追來追去 但他們怎麼這樣子可以這樣起來 去邊撒田 然後在邊控前線 我真的覺得很困難 好毛兵第一次去把這個 長槍兵給收掉會比較好 長槍兵半血 拉到旁邊 好那這邊還沒繼續撒田 你看這邊肉還在吃 這就是瑪雅的特性喔 肉可以吃到封建時代 14分鐘還在吃肉 就知道這個支援遊戲的效果 在前期來說也是一個不錯的優勢 畢竟這個豬肉啊羊肉 都是自然支援 吃久一點的話 他就不用花費這麼多木頭去幹農田 只要稍微撒到14片田 45片田 就可以安全的上封建時代 上這個城堡時代了 好日本這邊有點下一級射 所以瑪雅這邊也不太敢 輕舉妄動 因為鷹刺猴的防禦只有2而已 但是毛兵也只有2攻 2加1 所以撒去只有1滴而已 所以最好解法最好是用鷹刺猴解 那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 再去點幾隻 這個毛兵去擋也可以 可以喔 畢竟瑪雅的攻兵很便宜 這個毛兵好像已有折扣吧 印象中 我記得射箭場全部都有 然後 寶兵已有折扣吧 這邊可能要被收掉了 欸 7滴 很殘很殘 那我記得以前的瑪雅羽射手 價格比較便宜 好像 在之前幾個版本之後好像有漲價的樣子 所以現在羽射手雖然還是能用 但是沒有以前那麼強 以前真的是太便宜了 可以一個城堡 一個城堡 然後從城堡時代按到帝王時代結束 一直按瑪雅羽射手 都沒有問題 所以大概也是如果一直按的話 很容易會有斷鏡的問題 或斷墓 好 那這邊瑪雅第一時間點下城堡時代 好 八百 兩百斤 哇你看這經濟多好啊 日本這邊經濟還沒有上啊 那就是為什麼我會說瑪雅經濟也是很好的原因 但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經濟 最好的應該是這個阿茲特克 好 那再來就是瑪雅 那最難就是這個印加 南美洲老英國 這三國來說的話 瑪雅應該算盤名第二吧 但以前期來說的話應該是瑪雅第一喔 因為這個永續支援的關係 那當然是變到越後期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算是阿茲會更好一點 喔唷唷 這裡收到一串殘血了 欸 賺爛了 好 這邊印刺火 回來做一下阻擋 應該可以收掉一兩隻的毛兵 但是數量不夠多 好 本來是有點難檔 好 這邊補下一擊射 那這邊工兵沒有要來防守 應該要趕快出門了 那他工兵在哪裡 OK在這邊 喔對對要趕快出門了 這邊要打一個timing喔 就是以上城堡時代喔 按下奴兵喔 然後再做一個潛壓動作會比較好 那盡可能這一坨工兵出去喔 不要被對方的毛兵抓到比較好 那刀河這邊確實有用毛兵去稍微探一下圖 看能不能攔截到一下工兵 他以為瑪雅會走邊邊角角去偷襲 結果他是走正面 走完正面之後才發現 欸 隊友不能走正面了 趕快拉到旁邊去 刀河這一坨毛兵完全沒有攔截到對方的工兵 有點可惜 好 家裡的毛兵還在做騷擾喔 哇 他有急殺掉一隻刺頭 好 那到了城堡時代弩兵按下 刀河這時候發現 哎呀 原來你的工兵在這裡啊 這邊還不忘記工兵來打獵是不是 偷偷射路 好 那刀河應該會趕快去點下更多的毛兵喔 好 囤一些毛兵在家裡 然後城堡時代會生那個戰毛兵喔 哇 這邊沒有空好 按到這個戰崗模式的關係喔 原地被戰A 趕快跑趕快跑 好 但是刀河這邊防守也不錯 右側這邊全部用房子圍起來 好 瑪雅這裡並沒有 然後一些填頭 上面也是被堵得死死的 好 後面也是喔 該堵的刀河都堵好了 防守來說刀河還是做得不錯的 尾的算是蠻大的 好 那這邊點下這個馬凱跟品種 馬凱品種點下這邊要轉騎兵喔 如果是我的話我就不會敢打日本騎兵喔 雖然日本有這個品種 但是他沒辦法到遊俠還有這個三級甲 所以到地龍時代馬會稍微弱一點 好 打輕騎兵可能還行 好 這邊更多的毛兵直接出來 但是沒有升級為戰毛兵的關係 所以被弓箭射還是有點痛 好 那這邊由於 都把這些資源喔 投資在這個騎士身上 所以戰毛兵可能會有點難點了 而且他這邊如果要出騎士的話 農田可能要再多傻一點 如果他這邊不出騎士的話 只靠毛兵也很難打 因為這邊是一個老鷹加工兵的黃金組合 不跟對著他打黃金的話很容易出死喔 這邊也沒辦法用這個修道院的 生侶喔去做招響 因為老鷹有抗招響能力 而且工兵也很容易把這個生侶給射死喔 所以這邊唯一的解法 最好是用投資車或奴炮 然後加上一些騎士喔 然後做一個防守 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由於剛上城堡時代經濟也不太多 那道合日這邊選擇是直接下一個TC喔 不是下BK 因為騎士這個情況下 你可以出雙馬救 然後再下個BK喔 防守來說會更安全一點 但是要特別小心可能會沒有支援 這個金框要多挖一點木頭也是 這個農田要射掉 這邊賺了三片田 180木 就這樣到手了 OK騎士六隻一出來 麥亞看到騎士一出來只能撤退 這邊直接硬打可能會被全部收掉 而且現在有二級防了 騎士有點硬 那會應該把這個殘血拉走嗎 欸沒拉走 直接硬上 這邊控這個毛兵直接上前開打 後面三隻騎士去擋住鷹刺猴的一個進攻 後面的奴兵持續撤退 但是殘血騎士一直都沒拉走 好 地圖上現在有三個騎士的屍體 好 這邊再收掉一些 喔 這邊打得很不錯 感覺是蠻秀的 欸這個 是不是我裝這個血腥模組有差 好像有點血腥喔 但好像每刀血腥都拿來去 這讓我想到最近 不是有一款哈利波特新遊戲嗎 然後被 不知道被誰 被哪個遊戲媒體批評說 哈利波特太血腥什麼 然後結果被 被說 害血腥之後 馬上 大家說想要買這個遊戲 看來大家還是試血的 所以我決定把這個 試血模組 打開來看一下好了 看來不會大家會更喜歡這樣的 斯伊利果 好像真的有點比較血腥耶 地上有點紅紅的 但我覺得這個還好 沒有到非常血腥 可能 單位到後期 比帝龍時代 屍體過多的時候會比較誇張一點 好 目前看起來都是蠻普通的 很快就消失了 好刀河這邊 直接轉出奇兵 瑪雅這邊轉出生女 生女抗騎士還是很好用的 那目前瑪雅 出鷹刺頭也不對喔 因為這邊出鷹刺頭的話 會被騎士砍爆 那騎士的話 基本上只能靠生女去解決 攻兵的話 數量可能要到22隻喔 會比較好 因為22隻公兵之後 只要啟發 射一隻騎士 他會半血喔 所以只要啟發兩次 全副箭矢打到的話 他就會死去了 好 這個弓箭的箭矢傷害計算 大概是這樣子喔 因為二級是7攻嘛 這邊招一下 哇這邊很快可不可以要低一下 哇不低 哇道德不低 這邊要用一隻騎士去挑兩隻生女 有可能嗎 這個距離有點遠 後面公兵來救 哇這個沒辦法 跳不掉 可惜了 哇這樣有點虧欸 只吐掉一隻生女 然後被招了兩隻騎士 有點虧 那公兵是7傷啦 那騎士4防 那所以是3滴喔 一隻公兵3滴 那一隻騎兵是城堡120滴 所以其實是20隻奴兵喔 完全都中的話 就是兩發 七發就可以殺一隻了 但我覺得22隻會更穩定一點 因為有時候 公兵有時候會炮弓 所以有時候 捉拉幾隻奴兵喔 去激活會更好一點 好這邊 第一時間會回頭打嗎 但好像沒有這個意思 哇 勝率還是很好用 哇這邊打騎士真的蠻被動的 哇頭車直接被騎士抓掉 賊虧 後方公兵也直接上去開射 好那道特這邊是2TC開始農 3TC也開始補下了 家裡 工程系製造所 頭車還在繼續按 經濟打的偏農 黃金按的很多 但是由於3TC運轉的關係 所以導致道特的肉偏少 好 而且搞得有點斷村喔 反而讓這個3TC運轉的效率沒弄好 但是為了要繼續出騎士 沒有辦法 好這邊看到頭子車 第一時間蠻亞會去點這個救贖師想嗎 工程直接往前沒有往後 投射了一下 有一點殘血 拉了一隻村民去修理 好這邊細節都有做到 再來頭一發 再來要預判嗎 還是要直接打最遠這個洞 踢這個洞穴 哇 踢到了一些 但是沒有完全命中喔 有些殘血跑掉了 那這邊還是有點瑟瑟發抖 表要硬打比較好 正面這邊撿聖物 只要被發現 南地使用招想應該可以找到一隻 唉唷 來不及阿 唉呀 差一點點 好 那這邊被抓到一點 然後3隻騎士過來營救 瑪雅這邊努力在撿聖物 但日本這邊 雖然是出了騎士 但家裡的 生侶還沒按下去 木頭有點多 這些木頭去轉彎成農田的話 可能會更好一點 但感覺道特這邊 是有點想要打一個 強軍是一點點喔 稍微給對手一點壓力的 這種路線 所以並沒有去補下這個修道院喔 因為修道院的話 沒法在實戰中 對這個瑪雅的實戰 沒法做到太大的效果 你就拿來補血跟撿聖物喔 但大量木材跟黃金 可以拿來出這些頭車或是弩炮 效果就很好 那瑪雅這邊也轉出了頭車 想要來做個頭車對抗 畢竟現在用頭車 沒法用森林去解決的話 用頭車去應對是最好的 用騎士的話可能有點不太靠譜 因為那方騎士也是很多的 好 那瑪雅這邊選擇頭車 然後開閘 穿民術目前領先13吋 4TC開農 好 完全沒斷村 還是有斷一點喔 其實是這些職業選手們 喔 還是會斷村 好 他也不是斷村 他是卡人葵 哈哈哈哈 好 到這邊覺得自己有點落後 要來直接蓋高地堡 哇 結果頭車還被換掉 第一處和高處 還是這邊有點上高地 有點扯平的關係喔 所以並不算是第一處喔 好 城堡沒有那麼野心喔 直接壓到底 那這邊踢這個城堡 可能就只能塞到這個邊邊角角 好 城堡這邊做個招翔 後面有工兵在做個射擊 頭車砸一下 可以換到兩台嗎 哇靠 講完真的換兩台 因為這個角度很容易換兩台 寫寫的頭過去的關係喔 好 頭車到這邊第一時間 想要做個進攻 但是完全沒有找到任何的工兵 這邊城堡直接做個招翔 造了一些騎士走了之後 日本這邊還是軍安村民 拖車有岸 還有兩台拖車 當然應該還會再趕過來 但正面部分 蓋下了城堡 大量的村民 農民直接變成建築宮 城堡開始開啟 目前看起來的話 這一波進攻 道特沒有藏到任何的甜頭 瑪雅這時候 還居然點下帝王時代 這可能是道特的一個 機會時間喔 原來不管任何文明 帝王時代初期 是他們最弱的時候 因為他們把一千多弱 跟八百多的黃金 全部投資在科技上 而不是軍事上 那如果道特這邊全部 all in 軍事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 可以打傷瑪雅了 好 這邊蓋下了一座城堡 直接來前壓房子區 跟下方農田的位置 但這邊沒有任何城堡 防守 瑪雅這邊要第一時間 要踩一個石頭 踩動城堡出來有點困難 雖然後面有非常多人挖石頭 但現在被迫去蓋這個城門了 這個城門要趕快蓋起來 不然可能會出事 後面還有駝石車 欸 城堡快好了 這個能撐多久 對嗎 我覺得越有力 好 這邊趕快再繼續回去挖石頭 會不會買一棟城堡出來呢 現在的資源 欸 果然買石頭了 欸 還是要買一下嘛 對不對 好 直接買 然後在原地蓋 我就知道 哇 如果是我 我會想要蓋這裡 這邊太危險了 雖然這邊只有石頭而已 但是石頭也是他的命脈之一 好 現在到這個時期 已經點忘了帝王時代了 防守是 瑪雅迫去的需要資源 那 防禦需要的資源就是石頭 所以石頭能不能守住也是相當關鍵 但是這邊第一時間 道德要大量的騎士殺了進來 這個城堡雖然能蓋好 但是也要損是一些村民 這邊臨時收村 還可以接受 只少量死了幾村而已 大量的騎士直接往下跑 後面兩台拖出車直接被射爆 下方的騎士直接串起來 後方大量的村民 這邊村民果然死傷慘重 地出是任何文明的一個硬傷 雖然現在道德只有城堡時代 但城堡時代的村民 打這些帝王出誤的 村民是相當好用 這邊瑪雅人口直接降置了 剩101村 道德的村民直接反超 雖然前期有點打得辣茶的感覺 但是這邊經濟開始逐漸轉好 道德這邊騎士 衝進來這波蠻賺的 好 但是瑪雅在弓兵過來拯救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奴兵 強奴升級造就變貴了 點個三級色 就沒木頭 就沒有肉了 然後要再點這個強奴 可能要再花上一點時間 才有這個肉 才可以繼續再生這個強奴出來 喔 還化學要點 哇 這個瑪雅真的是 要生強奴有點傷喔 好 日本這邊轉出了戰毛兵 看來還是要用毛兵去做一個克制比較好 第一時間巨頭石巨已經造出來 一台還是沒有架起來 好 這邊趕快把這個巨頭架起來做一個輸出 右邊這邊的城堡也在開始被攻擊 巨頭都已經產出 後方這塊支援點能挖的時間不多了 要趕快挖一挖了 好 這邊看到這邊生女出來想要撿生物 但是被後方的打野的騎士抓了個包 好 這邊有更多的強奴翔來過cover 但是看到對手吹 好 自己的奴兵也往後撤 那目前到達也是4TC開喔 村民樹已經反超了瑪雅這邊 那現在要做的事情先存一點肉吧 可能村民樹 按到135寸或145寸 或140寸喔 就可以了 不要按太多 按太多的話上帝龍時間更短 這個時候就可以考慮喔 去斷村然後上帝龍Style 但由於對方待會到強奴之後會有點難打 還是要按點毛兵喔 去防守 好 那這邊第一時間劍塔看到 還沒有第一時間收村 好 這邊可能會被射掉幾村 好 這邊只能放5個人口 有一村被射死 好 但是大家來要直接從後面做一個進攻 但這裡也太尷尬了吧 瑪雅居然這時候還沒有彈道學 留謝亞到40分鐘 瑪雅 瑪雅怎麼了 這個彈道學居然沒有出現 好 道特這邊直接上高地 一個細節 上高地之後才開砍 直接爆掉非常多的弓兵 這邊奴兵看起來要全部送光 那瑪雅會不會直接轉這個老鷹 或者是羽射手呢 原來沒有奴兵的話 就沒有必要去點強奴了 這個投資就沒必要去投資了 其實玩世紀帝國的人喔 我覺得他們對一些金錢上 或是金融上 都有一定的知識 他們對這個資源的分配喔 還蠻敏感的 通常玩得好的人喔 通常對這種 觀念上來說都是有的 好 那英偶是 點一下還有這個板甲 都點了 連疾兵都有了 好 大致上 該有的科技都有 投資直接砸一下 沒有砸到 這邊勝率要來招 但是要小心喔 這邊勝率來招 好 戰毛兵可能會收掉生旅 但是投資車一起往前的話 毛兵就不敢往前去點 生旅了 這邊瑪雅的細節還是有做到的 好 那道特這邊農出了更多農田 後方的伐木場也在持續的擴建當中 正面這個黃金礦 這邊蓋TC的關係 反正貼著蓋 但是發現這邊有人在挖了 趕快蓋TC來阻止 順便派一些英雌 過來阻止對手挖金 這時候 日本道特已經點一下帝王時代 開始轉出步兵了 通常步兵文明到帝王時代才能打步兵 這是一件非常 微妙的事情 明明步兵文明 就已經很難 打到城堡時代 打到帝王時代了 當然這個步兵要到帝王時代才能出 果實有點微妙 這之間只能出一些 弓兵阿 或是戰貓兵騎士去防守 真正強勢的地方 要到帝王時代之後才出現 這是我覺得每一個步兵國的一個痛處 這邊戰貓兵要全部送光了 看起來是要這樣子 騎士很能扛 居然還沒死 24滴 好 日本日本上到帝王時代 第一時間沒有轉出更多的步兵嗎 這邊要不要按幾隻 日本武士阿 日本武士砍這些擊兵速度很好 這些打鷹刺頭效果也不錯 雖然鷹刺好 鷹勇士不是保兵單位 所以日本武士打他們不會額外傷害 但是以步兵對砍來說還是挺有優勢的 最近攻擊力超高 鷹勇士的近戰防禦偏低 第二開機儲的防禦是0 三級板甲點一下之後也才是0加3 防禦只有3而已 超慘的 跟這個孟加拉的僧侶一樣 防禦都只有3而已 可憐阿 好 鷹刺頭但是打這些工兵 戰防兵效果其實很好的 遠防超級高 遠防總共有7遠防 到這個精銳英勇士 可以到遠防8 而且跑的速度又更快 好 這邊終於按了幾隻日本武士出來 但是日本武士一出來就殘血 這邊板甲機器手還沒有點下的關係 欸 但是這邊點下了精銳日本武士 精銳一點下之後 血量增加10滴血 攻擊力也上升2點 傷害 增加了一下這個日本武士的一個續傷能力 但是這邊由於正面上快打不贏 鷹頭世界也不能出 但是日本武士給的壓力有點大 第一時間把勝率給點掉 這裡要來武士衝鋒了嗎 神鋒特攻隊 武士衝鋒開點 哇 這是神鋒特攻隊 哇 欸你們怎麼聳了 這個不夠神鋒啊 又夠神鋒了 哇 真的在送 真的在神鋒了 哈哈 OKOK 哇 拉走 還是要避戰一下 好 但是瑪雅這邊直接拉一切老鷹 直接到了日本家裡 內部直接被 英勇士直接被開銅 有點山高 這邊血量掉得很快喔 你看 這邊被錯一下就沒了 好 右邊這邊也是 但是這邊已經有日本武士在做防守 日本武士一個第一打高 還是無情屌虐 哇 這一波守得很好 哇 這個阻力怎麼上掉 來看一下 好 這一波 總共有九隻英勇士 日本武士上了高地之後 原地開砍 因此後的一個血量直接倒光 哇 這就是日本二刀流 攻速幾快 砍得又痛 而且現在還是一級攻的狀態喔 如果三級攻再點一下 哇 這個精銳英勇士 真是沒得活 那你要看瑪雅這邊要趕快去點這個黃金果 黃金果對瑪雅的英勇士喔 存有力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這之前天空雄有 我有問他說 阿茲的這個棒棒 加傷害的老鷹跟英勇士 加血量的黃金果英勇士 哪個比較強 然後那時候天空雄是跟我說 當然是這個黃金果啊 血量多 所以說 才容易存活 容易存活才會有輸出 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大概是這種概念 確實講的是有道理 畢竟血量太低 一倒地的話 直接輸出歸零 就算傷害極高也沒什麼太大用處 這一隻赤頭還在做騷擾 這邊部分日本武士 想要趁機 上去打點東西 但是一直被城堡射死 這邊可能要讓巨頭多一點之後 才有可能擋得住 這邊在實踐史傷害 非常多的一個戰王兵 直接遠地倒地 後面開始展出了一些羽毛射手 那羽毛劍射手 最大的特色是血量多 精銳的話可以到65滴血 跑速極快 但入點是攻擊力不高 攻擊力只有9點傷害而已 那他最強大的地方 是他這個遠防也是不錯高的 一開始遠防就有2 點一下3級防之後 遠防他有6 所以羽毛劍射手 在弓兵對射很強 但是對付騎士單位來說 是不太適合的 好這邊石頭第一時間 喔 英勇士第一時間 去把這個巨頭給拆掉了 左邊這個巨頭好像也有點危險 第一時間要來控好 好 再次後面有日本武士在打 上方一個老鷹夾擊 日本武士直接上前做個包夾 後方有大量羽射手在輸出 想要來減少日本武士的數量 羽毛射手傷害是挺高的 那這邊如果日本想要硬擋的話 可能要趕快點下3防 攻兵的3級防點下之後 打羽射手會更好打一點點 好 化學點下之後 傷害就會變成5加4 九攻 OK 直接變5加4了 攻擊中頂峰了 左邊這塊金礦區 如果被城堡蓋起來的話 日本可能會有點尷尬 因為黃金是日本的命脈 這邊野技沒有辦法挖好 挖滿的話 可能會出事喔 這個城堡蓋的有點偏家裡 有點可惜 但是這邊3巨頭 紫礁被拆掉了嗎 後面沒有太多的英勇士 但是後面的羽獸 過來第一時間支援 好的快點攻兵就是這麼好 哇 連一台都沒拆掉 可惜啊 日本武士這邊直接完全白給掉 後方的戰毛兵要來上前防守 但後面的羽射手數量實在是有點多 日本武士能再繼續砍到底嗎 羽射手在後面 又在輸出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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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直接空戰毛兵去硬點羽射手 羽射手這邊數量還是很多 但這面的一個日本武士把所有的英勇士全部砍爆了 一堆都是英勇士的吃體 英勇士越來越多 但是後面的羽射手疊在不跟上 這個城堡看起來是要修不起來 那這個礦區又要被 被瑪雅這邊拿下了 道侯這邊要面臨斷經的危險 這邊轉出了一些耕種技術 看來是要轉清奇兵了 他是不是黃金不太夠 他怕這個有點難打 那確實現在出騎士的話 羽射手或是老鷹 都稍微打一下 當然如果是鷹刺頭的話 鷹勇士可能會變成 4-6開喔 雖然還是稍微劣勢一點 但是還是打鷹勇士上還是蠻高的 但是攻擊力部分可能要趕快點喔 才能增加一下這個騎士 跟清奇兵的數值喔 然後日本這邊 第一就是用日本武士加上戰毛兵的一個防守 其實效果還算不錯的 重點是這個 防禦跟攻擊力要趕快提升喔 好三級的攻擊力量 也終點下了 防禦8的話 這樣子羽毛劍射手 射一下只有1滴血 這就是細節 抓癢 羽射手怎麼打都是1滴 這就是羽射手最悲劇的地方 打騎士很難打 打這毛病也打不太動 如果是打強奴的話 可能還有點打得動喔 就算是多2滴傷害 如果上高地的話會更好 那目前日本這邊 遇到英勇士的話 還是有點難纏 只靠戰馬兵是不行的 但是靠日本武士的話 又很容易被對手玩弄在與鼓掌之間 對方機動性太好了 自己出點肉馬的話也是OK的喔 可以防守也可以做一個進攻騷擾 但是需要大量肉類喔 紅金已經快到箭底 肉類只剩下1200左右 這名的戰場 利用鷹刺猴過來做一個進攻 原因加起來 距離頭C要來拆TC了 這名這邊稍微開打了一下 就直接往後拉 第一時間羽射手 直接被大量的戰馬兵做一個攻擊 羽射手想要近距離攻擊這邊的 日本武士 但日本武士 數量小一點速度沒有很快 但是更多的一個戰馬兵 直接往後放戰馬兵硬貼了上來 所以這邊日本會有點難打 因為戰馬兵不退的話 那可能會有點解解敗退的感覺 因為沒有人可以處理後放羽射手 正面的話 日本武士還可以做一個管理 但日本武士 這時候已經沒有更多的資源 讓黃金也會快見底 更多的一個 青旗兵上來貼 三台巨頭加油起來 日本這邊能打嗎 日本武士 日本武士再度抖了出來 青旗兵要上去硬拆 巨頭了嗎 但是這邊有大量的疾病 上來硬搓 應該連硬子都拆不掉 哇靠 這都用戰馬硬點 那就另當別論了 呵呵呵 好到時候這時候 我們點下三級攻 青旗兵跟日本武士的傷害 直接突破天際 到達最高的傷害值 12加4 16攻 青旗兵的部分 傷害也是破10攻 總共傷害是7加4 11攻的傷害 這邊戰馬兵 想要打幾兵 打羽射手都很好用 這邊只要多按點戰馬兵 加點青旗兵可能就OK了 日本這邊暫時不用按 日本武士也OK 因為這個 對方的英勇士 數量不多 可能用青旗兵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這邊後面沒城堡的話 還是要靠日本武士過來扛一下 沒有日本武士的話 沒有城堡 很容易被這個鷹刺齁 全部吃光 我怎麼一講鷹刺齁 那就英勇士 都講太順了 好 那日本這邊看起來 彈藥兩絕了 川民宿也是下降剩111村 人口宿也在126村徘徊 那反倒是馬雅這邊 一直在持續 滿200人口的狀況 在一個報應狀況 到這邊已經打錯了GG 右邊四個馬就 海來不及突襲 家裡就守不住了 道特在打這邊的時候 其實有在做其他地方的一個進攻 但是由於資力原諒 被馬雅這邊控圖控得更好 這個資源直接被挖走 稍微可惜了一點 不然其實前面這邊 也有挖掉一點 馬雅的黃金 到了後期 由於沒有生物的加持 所以經濟上來說 是差了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應該是馬雅這邊 完全屌虐 哇 黃金直接挖爆塊多1萬 多挖了9000多 生物是多2400 石頭也多1000 但沒有想到 道特這邊 其實木頭跟食物還是蠻多的 而且多了快1萬 所以其實兩邊經濟差不多 嚴格講起來是差不多 只有黃金上來說 明顯是好很多的 但其他資源來說 道河並沒有輸太多 我覺得日本這邊打起來 是稍微可惜了一點點 但我覺得已經打得夠好了 畢竟 該Hunter 該轉馬 該轉步兵 該轉戰毛兵 都有打 但是控圖方面 可能稍微可惜了一點 被這個黃金控走 如果黃金有控下來的話 可能還有機會再繼續打下去 但是打到了後期 瑪雅又有這個 閃兵 戰毛兵可以用 所以勝負還是有點難分 我覺得這一場 瑪雅打得真是很厲害 道特也是完全盡力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